夏天的爱德华王子岛通常在20多度 很少出现特别热的时候 游轮码头常有远洋的游轮停靠 带来全世界各地的游客 之前就遇到过黑龙江的一对老夫妻 海面上也多了许多游艇和单人滑行的批停 7月1号的Gandaday还欣赏了一次烟花 周末跟朋友一起开车去城市外的森林 海滩 沿途的风景也是非常美的 蓝眼的绿色 偶尔山坡上还会看到牧场里的牛群 最近几个周末都在给24尔拍摄多元文化节目 去了几个从没去过的城市 包括岛上西北角的Alcorto 冲西部的Somerside 看了许多精彩的来自不同国家的表演 除了在学校里认识的墨西哥、哥伦比亚的几个歌手 又新认识的古巴的两个歌手 越南做手工艺的大叔 还有一群可爱的日本女孩 最近还新认识了一群高中生 每周会跟他们一起踢球 这里美好的夏天很短暂 一定得好好享受 小兽快速攻击 从来这里得到 正好 几个月 很开心 它最讨厌的 很开心 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